如果生去玩,為什麼玩? 好! 還抽價錢,市面有些新進的兒童玩具燈籠 我們發現危機重重 這款彈跳螢光球 拉著繩子在地上或者拋在空中會發出藍光 這款音樂轉轉棒就可以隨著音樂 好像風扇一樣不停轉 還有閃燈,玩具沒有列出警告字句 我們將幾款玩具交給專家做測試 首先模擬一個60厘米高的小朋友 分別將螢光球和膠球扔到地面 發現螢光球的威力比膠球更厲害 如果在一個高度60厘米的腳趾 撞擊力有2.6磅 2.6磅有多重呢? 就看能否擦車油那麼重 對眼睛的影響又是怎樣呢? 對眼睛的影響又是怎樣呢? 好了好了,停了我們 會對發育緊的小朋友眼睛有影響 跟這個有點相似的作用 那就是一路在轉、滾動 連這個都滾起來 如果小朋友被他吸引著 尤其是小時候的小朋友 不斷看著他的時候 真的會暈的 眼睛又疲勞 實至如果有發羊條傾向病人 就可以激發發羊條 至於這款閃燈面具會發出藍光 他說如果長時間貼在小朋友的臉上 始終會傷眼 我的建議就是玩具來的 不要玩這種玩具 玩個別樣,安全一點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 市面上還是有多款侵拳燈籠出售 很多都沒有列明製造商等的資料 亦都沒有商與警告標籤 涉嫌違反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海關發言人就說 由2012年到今年8月 一共破獲25宗涉及燈籠侵權的案件 一共抓了39人 OwenTV東網電視新聞台